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板块专题系列 让你提前洞悉变化 先发制人 马股市近来真的很惨 在5月的季报月 给季报炸弹炸了一轮后 来到6月又给美国市场继续炸下来 美国在上周五公布了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数据 在写于40年高位 看来通货膨胀已失控 华尔街预测联储局 将于下周加息0.75% 这也导致美国股市三大指数 上周五 十日 大跌于880点 跌幅2.5% 震惊全世界 欧洲股市也重挫 来到今天周一开盘 马股开盘就暴跌 预料之中 马股目前都比别人市场脆弱 人家跌了 还有反弹一些 马股跌了 就不会起来了 人家跌马股跌更惨 人家骑马股只是稍微爬起来一下 难搞啊 今天选了目前五个跌很惨的蓝筹股 给大家参考 这五个股也是 FunkC指数成分股 曾经辉煌一时 如今已跌到看不到路了 第一个蓝筹股 Exeta主板 Telecommunication 通讯板块 股价在去年12月尾到今年4月中 曾维持了一段横盘波段 在3.61到3.88区间上下震荡 不过在跌破横盘关键支撑3.61后 就一泻千里 演变成下降趋势 因此 如果跌破关键支撑不走 后面将面对惨重的损失 股价 今天收盘2.87跌9分前 又在跌破 近期历史低点2.96 继续创下新低点2.85 至今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非常弱势 目前只能留意观察 跌到哪里才有支撑力量出现了 第二个蓝筹股 DG主板 Telecommunication 通讯板块 股价在去年10月期间 升到封顶价位4.38后 一直无法突破上去 随后股价就开始走下坡了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如果股价在高位无法突破阻力上去 显示上攻无力 就要适时套利 走人了啦 随后股价演变成下降趋势 虽然间中有反弹 但如果仔细看 每次下降的底 都是一波比一波低 而反弹的高点是一波比一波低 因此仍然无法摆脱下降趋势的架构 目前股价一泄千里 演变成下降趋势 股价 今天收盘3.10跌7分前 又在跌破 近期历史低点3.17 继续创下新低点到3.10 至今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非常弱势 第三个蓝筹股 Maxys也是主板 Telecommunication 通讯板块 这个股很多人喜欢买来收股息 原因是派息相当稳定 但如果该股处于下降趋势的话 那么往往给你一粒糖 输了一间场 收到的股息都不够输股价 股价在去年10月期间 曾上到4.68高点 但之后就转为下跌了 在下跌期间 曾有一根大阳线突然升起 并曾突破前高点4.68 但隔日股价反而低开 随后又随波逐流下跌了 因此 这种大阳线视为假阳线 这根大阳线 刚好在去年12月31日 估计是年尾收盘时 Window Dressing 刻意造成的 这是马股市尤其蓝筹股 在每季的月尾 通常都会有这种拉高的动作 无论如何one day show后 股价继续延续下降趋势 股价目前跌跌到近期历史低点 股价今天收盘3.28跌11分前 又在跌破 近期历史低点3.39 继续创下新低点到3.27 至今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非常弱势 Exeta DG和Maxys是通讯板块三的大哥 在5月29日 我们的视频 板块专题 13个行业指数分析 教你看青马股大事 有分析过通讯板块 Telecommunication Sector Index 也是处于下跌趋势的 而这三个股贡献下跌力量不小哦 这三个股没有回升 通讯板块指数 也是无法回升的 今天就分析到这里 下期将分享更多好料给大家 我们在片尾 也附上推荐视频给大家 没有看的 可以看哦 我们的频道是分享 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图表 研究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多多支持 及点击订阅哦 谢谢